大家好,我們今天講講喜歡的數學,Ratio 比 而大家看到的項目就是 K-Method 的應用 我們一連分兩部分,介紹四題 如何利用 K-Method 運用在有Ratio 題型的文字體上高 主要第一個就是想介紹 K-Method 有多 Powerful 事不宜遲先看題目 他一開始說了 The ratio of the way of a pencil to that of a ruler 2 to 5 即是一支筆和一支間尺的重量比例是 2 to 5 這對的信使一定不是 2 g 比 5 g 而且共有五支筆加八支間尺是 400 g 即是共有13支筆 他就問問究竟 The ratio of a ruler 是多少 即是說間尺的重量是多少呢 一開始一定是用 K-Method 就是 Let K be a constant 之後就可以把 K 進入 2 和 5 便會計算到原筆是 2 kg 而間尺則是 5 kg 有了這個實際重量 我就設定一個 Equation 等於 400 g 即是 5G 的 2 kg 再加 8G 的 5 kg 都是 400 g 很快便會計算到 K 就是 8 即是說我們會配 但 8 倍便會計算到真實的重量 再加上 Pencil 和 Ruler 便會計算到 40 g 就是一支間尺的重量 很快便完成 到第二條 開始有 歲數題 很多人在中一、二對歲數題 很害怕 加上 Ratio 便會計算 這個要告訴你 用 K-Method 便會計算不完 題目告訴你 John和Peter 歲數比例是 1 比 3 通常是6年後 或8年前 今次出了 6年後 他們的歲數 新的 Ratio 數是 7 比 15 找Peter是多少歲呢? 第一件事 Let K 變成 constant 把K 變成 1 和 3 變成 John 是 1K 那麽大 Peter 是 3K 那麽大 我們開始這列式怎樣做呢? 首先把 John 和 Peter 分為兩個項目 接著把 K 和 3K 量到 John 和 Peter 下面 接著就開始做一做 6 年後的動作 好不容易 6 年後就是大家都在 96 歲 之後新的比例 將它們括著再相比 就等於提供的新的 7 比 15 了 之後將它變成分數 然後交叉相成 最後移走 K 和數字在一邊 就算到 6K 到 48 K 即是 8 倍 又是 如果我們想把他的稅數是多少 就剩下 8 進去 很明顯 John 就是 8 歲 Peter 就是 24 歲 明白的同學 記得Subscribe 數學999 計對變特首 記得Subscribe 記得Subscrib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